Hello,大家好,我是七小主 今天咱们来试一下风靡日本社交圈的拉丝土豆腻 这些就是咱们今天用到的东西了 看着挺多的,实际上就两种了 就它们俩 它们两个在日本算是日本的国民零食了吧 有点像咱们这边的味龙蜡条那个意思 这个就是手撕之势,薯条 大家很熟悉了 在我之前视频里也有见到过 就是卡拉比薯条了 在日本很多这个视频作者 他们都有录过 把它们两个加到一起 就能做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 然后又非常拉丝的那个拉丝芝士土豆泥 而且是超级拉丝的 今天咱们也来试试 看看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到底好不好吃 我这个是买的芝士口味的 看它这个表面 本身都沾着芝士呢 能看到芝士味的 然后跟芝士搭在一起 才更大 来尝一根 哇 特别的脆 油油的 然后有一点微咸 土豆味特别浓 芝士味也有啊 但是快被土豆味盖过去了 很好吃了 这个手撕之势 在日本那边 中小学生里边 非常的受欢迎 浓浓的芝士也香 特别软你知道吗 我手是干净的啊 给你们换一下 非常非常的软 又软又弹 可以直接倒零食的 让它试试 它真的是能吃的 哇 好软啊 这个丝的感觉 还是挺有质感的 哈哈 这个芝士 然后吃到嘴里 也不会画 也不会绵牙什么的 有点咸 它的咸味挺明显的 真的挺好吃的 浓浓的奶香味 咸咸的啊 好吃啊 这个 跟平时吃的芝士味 好像还真是不太一样 这个味重 嗯 好吃 这个这个 怎么还挺好玩的 让我又想起 以前吃那个辣条了 辣片 也是给它撕开这么吃 不过 我刚刚撕的这一小条哈 这么一小块 花了我16块钱 哇 好奢侈 要到热水150毫升 像泡面一样 下面让它给它扣上 把东西压一下 等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了 全是跟泡面似的 下面的门打开来看看 哇 这个味好香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哎呀 还真软了 哇 这浓浓的土豆味啊 好香啊 看它这个拉出来的丝 很细很细的 像蜘蛛王似的 哈哈 有没有 有点那个纳豆拉出来的那个丝 那种即食感 嗯 它给你们看一下 哇 这个笑话 哇 哇 哈哈 看看 哇 真的好像纳豆啊 是不是 跟纳豆一样 哇 真的好好看 好好玩啊 太神奇了吧 哇 我感觉 真的越火越黏 越火越拉死 哇 来尝一下 来尝一下 来尝尝 来尝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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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太好吃了吧 它吃着跟闻着一样 就是土豆味特别浓 但是 怎么说呢 它吃进去呢 慢慢的鲜是土豆 就是 呃 就像融化掉似的 最后剩芝士在嘴里 然后 有嚼劲 口感很丰富啊 而且土豆床上本身自带的那个芝士啊 这还能看见呢 还是小猎人 那个不融化 融化的全都是这个 呃 手撕芝士 哇 太好玩了吧 它这个其实啊 好像是仿的法国的瀑布土豆泥 咱们之前视频里也有吃过了啊 但是从味道上来说 这个甜的完胜 这个要比那好吃太多了 不过它们两个拉丝好像不一样 这个甜的是超细的 像网一样 那个好像是大的 整个拉一大片的那种拉丝 你看 真的 这个拉丝效果没有刚才好了 可能跟温度有关啊 现在没有刚才热了 不够好吃的 没有变化 还是挺好吃的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才有那种感觉 嗯 视觉效果更好 嗯 真的很好吃 又发现了一个不错的零食 嗯 多过这个 应该算不上零食了吧 因为啊 这泡着一个整罐嘛 我大概吃了有这些 我感觉我都 真的有饱腹感 特别明显的饱腹感 实施在外的东西 好了 今天这个日本的拉丝芝士土豆泥呢 就体验到这了 反正吃完之后 我是微中草的 如果大家有想要尝试的 可以体验一下 又好玩又好吃 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这种吃饭 最后呢 喜欢我视频的话 也记得转发关注 点赞收藏哟 拜拜